我们有没有真的为孩子在按手祝福 或许我当然不是说什么 这个是律法主义或者是 你一定要这样子做才算是 如果是说我们关心我们愿意的话 教会我们真的一点是 我们怎么样 包括做父母的 我们怎么样来表达是 我们愿意祝福他们 或许你会说我们还没有这个机会 我们不像西方人 我们用拥抱的方法 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用选择性的 我们就不操练这一个 第一个是在祝福的是 一个身体的接触 拥抱一个让你的手 这常常他们的英文在讲说 让你的手不是拿来打的手 而是拿拥抱和祝福 第二个呢 这个祝福就是一个肯定的一个言语的表达 是爸爸妈妈爱你 教会爱你 我们上帝也爱你 这是表达 那你是不是讽刺贬低或者甚至是种族 这些是我看见 我愿神能够使用你为了孩子 圣经里面的确我们也看见 为这个子女这个祝福 那你会说我们不是这个又不是亚伯拉罕 也不是这个以撒 也不是雅各 我们不做在这个什么 要为这个孩子这个祷告 或者是为这个孩子按手 我们没有什么 这个什么 其实这个都是家长 我也认为 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方面是缺少这样的教导 那受祝福不是说我给你什么 而是我相信神能够祝福你 我的这个是一个不但是为你祷告 而且是一个拥抱 让你知道我 这个不但是我相信我爱你 而且是我把神的愿意相信 祂会因着我们的表达 然后祂的特别的祝福 许多的这个中国的爸爸妈妈 包括我的父亲 也都是你们吃饱了没有 你功课怎么样 其他的我们都不说了 或者是我们不会说 或者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 可是这个 这个祝福的特别是都是在强调 你从旧约里面 然后你也包括在新约里面 然后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怎么样 让他孩子你将来是你要站在弥赛亚 走在他的前面 这个每一次的这个祝福都是要讲述 我的你将来你会怎么样 并不是说我们这是我们这所谓的先知识 这个你将来要成为一个医生 你将来要成为这个赚大钱 这个不是这个 而是你的祷告是在从神的那里 神你会成为神被神所使用的 我为你已经来祝福 因为你要走在神的指引中 那这些我们讲到这种 这个原生家庭里面讲到 父亲讲到这种 就是你没出息没前途 都是那种很冷 哎呀那个他没这算什么 哎呀他的 他选的这些女朋友 这么黑又胖胖的 就跟他的妈妈一样 每一句话都是负面的 或许我们 我真的是忍不住了 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哎呀你的孩子不是你想象那么差 他上次他也在做这个 他也尝试 哎呀他那个 那个是怎么能够跟别人比 这个 他就是英文叫做finger 所以是五个f 第一个首要的是 我为我孩子的信仰来祷告 我在我的按手的时候 为他祷告的时候 我为你跟神的关系 然后我为我们的 为孩子的家来祷告 我为你的朋友 又是一个f 我为你的将来你的学习 同时我也为你的娱乐 还有面对的引诱来祷告 所以这个是每一次的按手 其实这个都是给我们一个提醒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 孩子你在神的心里里面 你跟神的关系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么 但是 你 这 你 有